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冀州岛超级常规桌 30万美金买入 来看看这个他们彼此的竞技对抗 艾尔森这手牌不错石沟铜色 鱼之三这也是石沟杂色也挺好的 谭轩的七七也是不错的牌 其实前面四个人的牌还都可以 曹瑞拿到KK起了一个瑞斯 5400万 曹瑞这个人的新人度非常的低 他前面也是非常的浪赌圣镜 拿很多牌都奥令 包括什么97同色这样的牌 艾尔森啊秒七没怎么想就考 86不玩了还是86这个有点差 这个牌就是有点小你知道吗 在短牌里头 鱼之三会不会考呢 反正谭轩这牌应该是不管鱼之三考不考啊 谭轩都基本上会考的 反正鱼之三考了对谭轩而言更好 石沟这牌讲道理是考的概率大一点这种情况 曹瑞这个人本来就非常浪信任度非常的低 短牌里边石沟又挺不错的 鱼之三这个人就是喜欢墨迹啊墨迹鱼啊 还叫墨迹鱼鱼也不错 谭轩就很痛快啊 谭轩曹瑞艾尔森这些人都是打牌很痛快的人 像库恩这些人就中规中矩啊 会思考一下就都是很快正常的思考 鱼之三这个人我一看石沟就看这个牌大干率会尻的 你也不用那么想他就飞在那想想想想想想 90勾圈卖上下顺子是吧 哦谭轩击中三条七完了 曹瑞这手牌啊我 我到谭轩会不会瑞斯 艾尔森这里边先率先进行半投机 其实我觉得前卫拿到石沟这牌也可以过牌 先看看后边是什么情况 这个镜头在拍谁呢 应该拍拍先行动的人 行动完拍下一个 哇哇 艾尔森直接凹裂 鱼日三高 谭轩也高 曹瑞这牌很尴尬了 这什么情况 我这超对 这时候超对有点啊 也尴尬了啊 这手牌啊 这么猛的吗 这帮人都 短牌也确实不算猛啊 因为短牌你买橡下顺子也真的是很不错的牌 这样底尺本身就比较大 起瑞斯进来的 这手牌都有点跑不掉啊 曹布老板在前面还是非常的高兴啊 整了一个元气弹的姿势 这四个手牌一百万的地尺 这手牌子 他这牌力都非常不错的 这里边牌力最差的我觉得应该算是余十三啊 因为石沟同色能追点花吗 发出一张Q 弹轩是葫芦啊 发出一张草花 那不是不是弹轩营吗 我看其他的人 没太注意啊 是弹轩营啊 往上再看错了 我说好像好像看曹瑞那么高兴似的 这手牌啊 弹轩收获颇疯啊 但应该没有这么多 他们筹码量都是不一样的 看大体上可以这么思考一下 哎呀 爽歪歪啊 一百万刀 我有这一百万刀干点啥好呢 先去泰国旅温有 哦 是吧 那什么玩的 叫什么玩 反正泰国那刻看 我看那个国家还挺不错的 每各种玩的东西比较多 可能大家一起到泰国就写到人妖啊 在那的人也感觉特别和善 玩的东西也多 各国去旅游的人也多 也没有什么什么文化上的差异 怎么知道的 很容易就融入进去 各国的人 我原先老看那个软定曼你知道吗 我看他们老去泰国什么旅游啊 怎么知道 还看一些其他的节目啊 就碰到同样的韩国那些明星 去泰国旅游一碰见 什么的 还那么老去 后来我就看看那个国家 确实那个泰国那个国家 玩的东西非常的多 哎呦 炮福老板拿Q7这样的牌 加了一个瑞斯 鱼十三的99 选择尽啊 那上海王啊 还是没有玩啊 三神底持 我觉得上海王 上海王也不是最有位的 可能他不玩9K了 说实在的 换成曹瑞 曹瑞 肯定玩9K动色的 盘轩 可能偏向于玩一点 在中位啊 看翻牌吧 翻牌8AA 哦 这种牌 还是是那谁的 概率大 是炮福老板的 概率大 炮福老板 这把牌偷两枪的话 第二枪 久久扛不住 第一枪 你可能猜对方 可能有A 可能没A 第一枪可能会跟啊 但是第二枪他跟不动 没准第一枪就会扔啊 但我觉得于是三这个人 他会尬啊 他挺 他不爱轻易放弃底持 说卖上两张A 他可能不信你有张A 我选择尬 但帕瑞老板这个牌 尤其是买花 他转牌可能还会偷一枪 看看转牌打不打吧 也不一定的事啊 一会他也会白买一张花 因为他觉得这个牌面 你没A 你也不太好跟我 我还是偏向于炮福老板 会偷一枪 发过张Q 有摊牌价值了 那没准会过啊 发出说Q 还是过比较好 因为对方有A 一定会跟你啊 除非是他踢脚比较差 有可能怕炮福老板 也是踢脚差 我觉得这里面 没有必要打啊 中张Q 要是对方有A 有点送的意味 对方也在签好加E位啊 还是过牌比较好 下注啊 不管怎么着啊 那炮福 这一枪这一枪只要 下注就基本上 和咱们前面说的一样 你知道吗 咱们我前面全是按 炮福老板 就是什么都记不中啊 毕竟大概率的是发不出话 都是按着我按 大概率的事件情况说的 其实我觉得转牌 这种情况可以过 如果对方是弱A的话 合牌要记中花 还能打他点价值 那时候不太好判断呢 弱A也可能转牌会靠你的 看啊 这个壮杯这个是怎么来的呢 就刚开始那些贵族都怕下毒 你知道吧 他撞一下 反正酒会 就有可能就是 建设到另外的杯子里 所以就是防止被下毒 你要下毒 到时候我这里边有毒 我一见见你杯子里了 你也有危险 你知道吗 这么来的 我先看过这些东西啊 好像是这么说的 曹瑞手拿QK 他们这个盲柱真的老变 现在又变成八百万 安提也变了 四百万八百万了 最开始是三百万六百万 完变成三百万八百万 变没变过三百万九百万 完又变三百万七百万 现在又变成四百万八百万了 老变哦 九六正常而言可玩可不玩啊 一般就是玩就是尻 七八肯定是玩的 他装位也不用说玩不玩 太小翻什么牌都能玩 七八一般在CO位或装位 一种好的位置 还是偏向于玩这种牌 这个是短牌啊 短牌赛 哦 哦 我说我别老说偶哦 我说最近我怎么老爱说偶哦 六七八九十啊 天顺 这个QK也挺强的你知道吧 QK是九十高圈可以买最大的顺子 加两高张 这牌也很强啊 六千四百万的底持 两千四百万 哦 下完两千四百万还是六千四百万呢 你看二分之一底持 曹瑞之一奥林了 奥林偏顺了 你是真有才华了 曹瑞真的是打牌向独胜啊 非常喜欢奥林了 四张勾的出路 二十六的胜率 在短牌里边比较低了 一张十 还得四张 四张勾 一张九 曹瑞 你两对输下这个底持啊 这手牌曹瑞还挺大的 九九十十K的两对吧 但是说了 我曾经看过艾维说 就是我气掉了一手很大的牌 然后看那个老外姐说是 艾维确实气掉了一手很大的牌 那手牌桌面就是三张A带什么 所以说艾维气掉了一手三条 实际上是空气牌你知道 他什么都没有击中 但是他这手牌很大是个三条 是这样你知道吗 艾维说我气掉了一手很大的牌吧 就正常而言 那牌也可以算做气掉了空气牌的 虽然说这个牌很大 是三条A 九高同色很好的牌啊 十七这牌曹瑞 我觉得还是偏向于他会玩啊 没有也没有玩 这个牌是不打地的你知道吧 那他十六别起瑞斯都玩 按理七十你靠进去也没毛病了 炮弗老板起了一个瑞斯加快到三千万 曹瑞还是没有咱们想的那么浪啊 他浪的时候还是在自己有位置的时候 他会浪啊 没位置的时候插牌他玩也都不玩了 这牌能不能打起来啊 这牌我觉得炮弗老板会尽啊 会尽玉十三 玉十三会奥链 库文也有可能靠 上海王应该会跑啊 这没有必要 你说他有毛病吗 你是有毛病吗 剩一百六十万一千六百万 干毛啊这是 哦 上海王all in了 那这时候aq可能 平昌鱼就会跑比较好啊 上海王all in就跑比较好 勾勾不好说 上海王这么坚决 跟一般要是我拿到aq 有上 遇见上海王这样的牌手 你知道吗 比较紧的牌手 我aq不玩到 而且筹码这么深啊 肯定会气的 我觉得不会抠 打人在什么情况 气牌比较好啊 抠不好啊 这种情况 你看其实会气啊 顾问会抠吗 顾问向着也要气牌了 其实aq和勾勾 确实是同样牌力的牌很高吧 第一档是aakk是吧 第二档是akqq 玩第三档 勾勾和a 刚才说勾勾和那什么是吧 勾勾和什么来的 反正差不多啊 其实勾勾Q有点类似 但肯定比勾勾好不少 怎么说呢 这种牌有点有点类似的 勾勾可能独一档 单独再站一档 好不不说了 我有点晕 有点晕说的 我给我自己说的有点晕 这个牌发的 上海王真的是运气非常的好啊 90勾勾圈k 我想看看有没有勾6能不能勾到顺子 这点比较远啊 咱们看再谨慎一点 而且这个牌 上海王拿走一 拿走一张草花勾 我还想看 我还想说就是发出花没有用的 因为发出花 不是发出一张花的那个鱼十三的出路 这不勾 都勾他是买十勾圈凯枪的顺子嘛 因为上海王是 他还买花 发出草花勾就没有用 他那张草花勾在上海王手里呢 上海王最近运气 也是士气如虹 赢都不少啊 我真没想到上海王这手牌 他打的这么坚决 九勾会尻 因为第一个人奥林之后 他后边还有两个人 他拿九勾这种结构牌 直接就接奥林了 我其实是没有想到的 可能感觉到了感觉到了 直接非常痛快的奥林 来牌一阵风 运气一阵风 这个东西有点玄学啊 真的有那么一点道理的 会有非常短的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你运气你会非常的好 他有点玄学 有点这个有点玄学 我感觉有点道理啊 其实有人说我在水下什么几天呀 怎么着的 什么一个星期半个月的 没有那种的 那种一定是你打的不好 你知道吧 那种不信你要说你有什么水下 什么一天呀 甭说三天两天一个星期 你就水下一天 你把水下一天 那个录像拿出来看看 看你那一天 到底犯多少错误 不可能水下 就是有一段有 你会倒霉啊 有时候 但其实他也是 怎么说呢 你看你一天打多长时间牌 你要打两个小时 是 打两个小时 一直运气不好 也是有可能的 你知道吧 但一般一天打的时间长一点 他也不会 不会一直 特别背的 但是有时候你会连续奉剑冤家牌 你都特别倒霉 明天会尝一枪啊 明天会尝一枪啊 艾尔特 看泡湖老门敢不敢偷第二枪 这个牌发出什么 其实 有点有点空气牌 发出A有点 不太好演啊 因为这个牌 转牌发出什么 一般这个局面 都没有太改变 你知道吗 发出A就是更不好偷了 就是有点硬偷 哦 艾尔特会气吗 这是硬眼炸弹啊 硬眼炸弹啊 真不好说 我怎么觉得艾尔特会尻啊 其实偷艾尔特这样的人有点 不是特别明智你知道吧 真的少去偷艾尔特 艾尔特奥利了 艾尔特奥利我是有点没 他尻就行你知道 这牌要是尻比较好 你尻一般 这种凹链只能说是想打走 比他更好的队子 炮弹老板是超队怎么着的 但一般超队都会过牌 他会拆个尻 一般看看他过牌 看看你什么情况 一般都是拆个尻 他这个凹链只会留下A 打走其他的牌 说实话留下比你 留下比你强的牌 打走比你差的牌 但是这有时候也没有那么好说 但我还是觉得 一般一般别人比如打个圈圈黑黑这样的牌 他fluff打一天转牌 他也会过牌啊 尤其过牌的时候 他也抓着你 double up啥的游戏 过牌看看你的情况就是 一般超队没有那么忙的 一直在前卫 还说这手牌吧 这个是六人底驰 其实他们这些人 我看了一眼 都没有人有特别好的牌 他们这牌都有点一般了 都还行 但又都没有那么好 哎呦 两家有8 8高89 他出一张10 竟然曹瑞买个上顺 这8其实也都在控10啊 8的踢脚都没有那么好 加上这个牌面又有点 Alton打了 那我看多以为Alton过呢 那这个牌面还挺危险的 我看着 因为你三条比较 没有顺的大 都弃牌了 还他们两个三条的 发出一张7 其实这没有什么意思了 一家打一家尬 或者什么一打Alton 但是我觉得这牌 要是别人打了 你尬就好啊 Alton 就是你有三条8的葫芦嘛 你Alton 别人没有8 他也不会 几乎不会尬你的 你Alton没准什么碰见什么 别人是七夕的炸弹 或三条10的葫芦 这里边尻就可以啊 别去熬炼了 比你差的牌 你一熬炼都会被打走了 你现在葫芦就是抓顺子呗 你一熬炼死 顺子都会跑啊 OK 那咱们这首牌又到这里边 咱们下次再见 看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